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主席 各位议员先进 明镇处有宗教旅俗科 黄树梅黄科长 他从卫生局调任过来 好 那各处是还有吗 好 您在坐 这边 主席 好 那个 主席跟各位议员先进报告 我们环保局有环境卫生科的代理科长 黄树瑜 好 那各大会有行政处 行政处有两位先进科长 一位是我们文术科 王进峰 王科长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档案科 赖文峰 赖科长 谢谢 还有其他举处是吗 严重名行政处 主席 各位议员 文教行政科由国际处的研展科 金慧珠 来 我们文教科科长 赖文峰 好 那们是消防局 消防局报告 主席 各位议员先进 那么消防局最近的部分的人事异动 是由我们的新任的副局长是由原来的秘书卢东发担任 那我们现任的秘书是由原来的御房科长林建成担任 那我们新任的火灾御房科长是由原来的台东大队副大队长郭俊宏担任 那我们原来从缺的阵风市主任目前已经派生由蔡沁祥 蔡主任来担任我们的阵风处长 好 以上报告 好 局长 局长 跟主席 跟议员报告 我们新任的副局长陈炳生 他现在还是兼任我们的那个水克科长 好 那本席在这边欢迎所有新进的县府同仁 今天第一位登记的议员是黄瑞华黄议员 咨询寻查时间十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 各位新政府的官员 还有各位同仁 大家早 首先我先来 请教我们言民处 院长 处长辛苦了 处长 我几点这个问题跟你共同来探讨 农民在于我们原住民保利地来申请整地的这个程序 那有没有因为所申请的开墾地坡度不同 那我们的申请的程序是不是有不同 请处长回答 呃 跟议员报告 呃 申请水保 一般的呃 免具水保是直接跟乡公所这边申请 那简易水保是跟还一般的水保就是要直接跟农业处的水保科这边去做申请 处长你应该懂得我的意思 我现在我的意思就是坡度跟比较平坎的这个保留地 那这两种方式哈 所申请的准宇的面积有多少 比如说坡路比加多的还有平地的 啊他们的你们准的面积哈 是不是有分分大小这样 呃 核准的面积并不在于我们这边是在农业处这边去做核准 那你知道你知道这个面积吗 好 你知道面积吗 我知道现在大概最高是0.5公顷 应该不止吧上面的规定是不止0.5啦 你回去看了资料你就知道 那0.5是你们你们限制自己内规规定的 他有分波度的高跟低跟平坎的这个保留地 上面的规定不是这样是你们限制我们自己规定的 是不是这样 是 要多做功课啊 而出党我记得去年哈 啊十一月份哈十一月份 有海端农民哈 海端的农民啊在我们原保地准备啊种生姜 啊因为哈那个 因为第四哈 比较平坦 然后我们这位农民哈不按法令 所以啊就动工起来了 结果最后啊被人挤爆 啊那我们原民处也热令停工 在于停工当中 你们原民处应该也要有基本的原则 啊要有那种义务跟责任去告知啊 地主啊要跑完程序才可以动工 啊结果呢 啊这个 你们起地停工之后啊一拖再拖啊拖了蛮久 我请问你那一件的那个公文你们是躺在你们原民处躺了多久的时间 应该你还记得 原则只关山那个那个 对对对 海端的 是 你们公文是躺了多久 应该都是羁押公文放在抽屉里面 不是指查报的部分吗 是送财法还是查报 你送财法在于为送财法 是这个之间的这个空间有多久的时间 我可以请我们法罗地克科长 好 请请说明一下 呃跟院报告 因为我们在送财法小组之前 我们会先请那个壁主陈述意见 那这个陈述意见是法令上要求的程序一定要请他陈述 那我们的财法小组不是说 呃明天决定开就要开 我们财法小组一般 之前大概都三四个月开一次 那后来 呃有把那个期间把它缩短 现在大概是一个月至两个月会开一次 所以在程序上可能会稍微 那意思哈不是你送 我现在说你你以热令地主停工之后 这个停工期间的这个太久的时间拖了太久 拖了三四个月 为什么他从这里走路走到台北回来就不用三三四个月 啊结果你这样你是动用你们的工钱力 但是你要考虑到农民的潜意啊 是不是这样 他在停工之后他要再补申请那个检疫水保的程序 所以他等于他还要再送件到相公所 然后相公所再送件到我们水保科那边 没错我现在说 你们要开瓦要财瓦小组 你们这一天已经探死刑了嘛 就马上执行 而且躺了在你们那个公文在你们 研民处躺了三四个月 然后再送财瓦小组 这本来你们这个程序要跑快一点 你们的行政的效力真的可疑啊你们 哪里有像你们这样在办事情的 时间拉得太长 而且现在还躺着都不能动工 我请教你 种生姜啊 它是季节性有时间性的呢 清明节过后就不能种了 而且农民他就又去订那个那个江总 那么这个损失什么人要负责 说实在太久了啦 没有像你们效率这么低效率不张 哪里有这样的 议员那个农民可能有误解 因为不是说罚完他就可以动工 他还是要再申请 对啊 我现在不是不是怪你们说不给他动工 我是怪你们把这个案躺了三四隔夜才送这个财瓦小组 是不是太久了 你回去查看看 你也包括他送财瓦小组跟他另外再申请检疫水水保是两回事了 不是说我们罚了之后他就可以马上定工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原理这个程序 你如果马上送财瓦小组 那个结案之后农民就可以再跑程序 申请了程序 这样才对 结果一个案 结果一个案你们躺在那里躺三四个月才送财瓦小组 你们躺了三四个月你们有为农民来解套吗 没有啊 是不是侵占了农民的权益 真的效率太低了 政府一再希望你们的效率要提高 来为民服务 结果你们都是伤到损失到农民 不能有这种行为 你这段期间你要快一点速度快一点 既然已经热令停工了 那你就已经判死刑了 也不能说原谅说地主不用罚 那你就直接马上送财瓦小组 速度要快一点啊 让这个案赶快结案 让农民赶快跑这个程序 然后他才有那个机会在动工 才赶得到季节 来种生姜 你看现在什么都泡汤了 江也不能种了 而且跟人家异购的这个江种也不能 所以整个损失什么人要负责 倒霉是农民吗 你们要负起责任 这样才对 我希望以后像这种情形不能有再犯的行为 这段时间你应该进速度要快一点 不能躺在你们处里面就可以解决 完全能不能解决到最后是 也是开罚单啊 判死刑之后你就马上枪毙嘛 那个处长你做解释看看 跟医员这件报告 像一般我们是财罚小组 他们要准备召开的时候 我们才会他才会通知 我们要送到财罚小组 那那刷财罚是当然是每一个他他不是每一次都都省 省那么多的案件 这个要归到财罚小组 那未来如果是说像医员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如果是直接要送财罚 他们就直接就送到财罚 就不等那个财罚小组这边同时说他们今天要开始 他们可能这个礼拜要做财罚的省医小组的开会 我们再送财罚 那以后未来我们就是收到了要直接要送财罚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送到财罚小组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你在热令平工之间这一段期间 要速度要快一点送财罚小组 知道 这样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你把他那个公文 鸡押公文又把他在那里睡觉 躺了三四个月才送财罚小组 这样是不是影响农民的潜意 让农民的属失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处以后要改进 是 没有否则真的 这个政府的这个行政的效率一直降降低下来 好吧 是 好 请坐 这么快 谢谢我们黄农黄议员 那这个时间是不是给我们下一位直询的议员 洪中凯 还有27秒时间 好 接下来由洪中凯议员发言 寻查时间10分钟 谢谢 谢谢大会主席 我们首先呢麻烦一下民政处长 现在有一个议题在上一个会期我就有提出来 那因为现在新政府上任之后 有在讨论一个就是要废除三级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说乡镇市公所 废除还有乡镇市民代表废除这个部分 那我想不管是这一届会不会做 那我想最慢的话大概下一届有可能会完成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各县市政府有一个工作 大概需要做一个预备 就是淋漓整边的这件事情 以台东市来说最小的里 人口跟最大里的人口 麻烦市长可以报告一下 所以最少里 就我所知大概最少的是铁花里 大概452个人 452个人 最多的是丰龙 9384人 9000多人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相差非常大 对按照我们的目前的邻里规定的话 就我们台东县的话 就是说 邻最少要10户 最多是70户一个邻 那村里的话是最少300户 最多是1800户 所以铁花村跟丰龙的状况是非常的 极大的一个差异 所以也跟施工所来协调过 施工所说他们也 因为一栋就是 牵扯很多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有在审慎的评估 将来要怎么处理 对其实这个事情 当然牵扯到就是选举 你再多立定 跟可能四个里变成一个里 都还没有办法 所以四个里变成一个里长 那丰龙里那么大的一个里 可能切了三四个里出来 所以我想 但是这个议题 因为在整个里的工作推动上面 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有的里长 同样的一份薪水 那一样的补贴 可是有一个里长 以我们最大里 丰龙里来说 而且人口还在成长 他呢 一个人要服务这么多的乡亲 那跟一个小小的里 他可能只服务四百多人 而且那四百多人 有更多人还侵略 所以实际居住在那个地方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商业地带 所以呢 这个业务上 业务上相差太多啦 所以我希望 这个邻里整编的工作 因为在上上个会期 虽然没有在大会上提 但私底下有跟处长提过 那这个邻里整编的工作 我想 是不是能够尽快的来 来着手进行 因为实际上 邻里整编如果要弄的话 其实是 就台东市来讲 应该整个处理 一起处理 让他一致 因为有些里长觉得 我的村办公会就这样 我的村 处长事务会四万多 为什么人家 人家的 怎么差那么多 所以我就跟市长讲 这个不是问题在 邻里调整 应该是邻里调整 才是正 才是真正需要做的工作 对 那这个工作如果不赶快推动 其实在里长的推动 里的推动工作上面 确实造成很大的困难 目前如果要弄的话 必须 施工所要启动 启动以后我们的 副政事务所配合办理 然后要经过代表会同意 所以这个过程 还不是那么容易办 对 不过我们县政府是主管机关 对 所以我们如果发文要求他 要尽快来办理这个 尚母有一个机会 他会尽量的去完 我们会尽量赶快跟他协调 是 没有办法命令他做 但是我想说 协调的工作模式 好 那这部分再麻烦处长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来办 好 谢谢处长 再来麻烦一下环保局局长 局长 那个 我们从 应该今年是105年吧 104年以前 我们补助过的 这个电动机车的数量有多少 1800多辆 总共之前补助过的1800多辆 102年开始 1800多辆 102年开始到现在 即将累计下来 1800辆左右 那 呃 局长 我们在 呃 就是我们台东的 第二期的综合发展计划 里面有提到 因为有一个部分 是属于环境的部分 环境的一个提升部分 台东的环境要提升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空气污染的部分 当然 空气污染怎么样解决 环保局所提出来的 就是要推动电动机车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在推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推动1800 总共已经补助1800辆 那当然未来会越来越多 那一方面呢 我们除了补助之外 我们那也鼓励民众开始能够骑电动机车 是 但是电动机车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续航力更加了 对那这个外县市 在推动电动机车的同时呢 它也要推动电动机车的充电站 不然就是能够移动电动机车的地方 但是我们台东竟然有充电站 充电站有 充电站有建置 有做了12个 12个 但是那个交换电池的我们没有 还没有做 那12个充电站目前在什么地方 像我们那个县民浮中心就有一个 县民浮中心旁边就有一个 可能因为数量太少啊 所以民众其实无感 所以而且喔 充电的 它那个充电的时间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嘛 就至少如果是离电池的话 至少要 2到 2个小时以上 2个小时 对所以呢 它不可能骑到一半 然后没电了 然后在那边插 然后等2个小时 所以 就是 那个 电池的一个交换站就很重要 就是现在是变成我们的经济规模的问题 因为我们台东的 地区的特性跟都市不同 不一样 像我们如果乡下 稍微偏乡一点 他们要到台东市来办事 那 他们那边有电动机车的话 如果在那个地方设交换站 可能在厂商来讲 它的经济规模 可能辜负成本 不过我深深的是这样觉得啦 台东的人口数量很少 而且喔 如果我们要完整的示范一个地方 其实很容易 比如说我们找绿岛 还是悬蓝雨这种地方 我们整个环岛 就这样它也跑不了 跑不了其他地方嘛 那 局长我们在绿岛 还是蓝雨这两个岛 各自 有多少二行程的机车 目前 二行程 就是机车啦 不是电动机车 就是除了电动机车之外的机车数量有多少 绿岛跟蓝雨 这个我们没有数据 这个回去统计一下 再给我们书面报告 不过我只要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从蓝雨跟绿岛开始推动 试看看 就是说我们去申请华东基金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来先推动这个岛 我觉得在台东市区 这个在总咨询的时候我会讲 因为包括官呂处的交通事务的部分 我以一个外地游客的心情来到台东 然后要去观光旅游 我就要做这个大众交通工具 那除了大众交通工具之外 就是我去做车嘛 就这两种选择 那大众交通工具的部分是非常不方便 因为如果他要在那边等公车 真的要到达他要去的地方 真的是会发疑 好 那推动电动机车 像我们在台北有推动U-bike 这样的一个计划 当然可能县政府的负担 能不能到达这样 这个还需要商量 不过在市区的部分 毕竟比如说从火车站到市区 这个是一个定点式的 那很多人说 以前这个火车站在市区 所以很方便 但是竟流去到那边的方便 甚至于很多女性的百姓 她在住在市区 她要去开车头 担命要去担一张车票 那其实对她来说 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情 所以电动机车的一个推动 或许可以朝这个方向 比如说她是一个市区的一种 大动交通工具量的一个形式 当然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把一些基础建设 把它建构起来 那先满足我这个目前 有1800辆补助的对象 那除了1800辆之外 还有一般民众 像我自己过去买我就不補助 那所以电动机车的数量 绝对远大于这个数量 那是不是有电池交换站 或者是说更多的充电站 可以朝这个方向来进行 这个我们刚才议员提到的在绿岛 这个我觉得是满可行 我们来研究看看评估 若可行我们会提计划到发动基金去 去争取经费 是 那这个部分再麻烦之后 我们来继续努力 是 那另外一个部分 再继续问你的是 我们台东是在县长的宪政报告里面 很骄傲的提到说台东是全国空气污染 品质最好的一个县市 这个我相信台东人都引以为傲 不过台东还是有PM2.5的问题 所以主要的台东的PM2.5是来自 什么样的一个来源 我们的PM2.5 应该一般是看年结的时候会比较高一点 年结的时候 年结 年结 就是那个 然后不然就是我们的 燃放鞭炮 阿购物 我们的那个柴油车辆 像我们在资本就有设一个管制区 那未来我们会再路演 这个东西 你刚提的这两个部分 比较小局部性的 另外 目前我得到这个一些杂志上面的统计数据 台东的PM2.5来自两个部分 一个是露天燃烧 一个是阳城的部分 就是北南溪阳城 跟那个 我最近去看那个利家溪阳城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环保局最近要去处理利家溪口那一个部分 那有关 我们先将来讨论有关露天燃烧的部分 目前我们取缔的情况如何 下一个接动我们再来问这个部分 好 谢谢 北京平凡这个烧掉之后 那么应该你们有做检讨 那么以往本期 对我们消防的工作 是比较没有在 有在关心 因为我本身也是从 易消这个系统 那深深的有体会到说 我们不管是景消或是易消的 这个长期来对我们台东县 这个消防的工作都辛苦了 尤其我们台东县 那地形特别狭长 水源又不足 那我们消防车都是老的车 都老的车 比如说像我们杜兰湛那个 我听他们在说 那个到山上去野草啊 要去灭火的时候 好像爬坡又爬不上 爬不上 自己没有办法去打火 甚至把人家后面要上去的交通都阻碍掉了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长期来说 根本的办法 不是说是我们这边的 在行政上面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 在这位新服的里面 易消警消这方面 对我们台东县这样的消防工作 辛苦 本席也在这里做一个肯定 但是 有发生问题 当然也要检讨了 那么 报纸上所登的 说我们台东有三部这个迎梯车 是 好像 他说三台 发生火车都不能用 是 那么 好 现在问题来了 不能用是 我们平常保养有问题 或是 如同我刚才讲的 我们那个车的根本就是老的车 就不能用 如果 不能用来说 把他放在那里放在样板 这样 有什么的 有什么黑衣衣 没有石子的那个 那我们台东 现在喔 县港一直发展观光 大方可以一直盖的那么 好 一台一台又要高 那我们迎梯车 我们现在目前的迎梯车可以到几楼 谢谢林医院 目前这三台 谢谢林医院对我们的鼓励跟指导 那目前我们台东县有三部 三十公尺的云梯车 三十公尺就十楼 对对 十楼 十楼啦 是 好 那十楼 上个礼拜发生就不能用了嘛 都不能用嘛 是不是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台东超过十楼以上的有几家 大部分 大约啦 超过十层的建筑屋 应该有二十多 那你看喔 那我们的设备跟我们的时机应该差那么多 那假如说十楼以上的呢 那怎么办 按照建筑跟消防的法规 十楼以上的建筑屋 它建筑屋本身 要复设 比如说室内 自动洒水设备啦 特别安全梯啦 等等 要靠建筑本身的设备 来做防御 那 当然那设备是有 是觉得有 那是 那是他们在盖房子的我们的建筑法规嘛 是 但是那是不足啊 大火的时候来说 要做 我们引力车 第一个大部分都救人嘛 对不对 是 要救火的这个 这个 功能比较少嘛 救人嘛 是 那十楼以上的话 你要怎么 那个呢 你说他 靠他的沙水 是给他好像 他那个 紧急上的稍微 做一个 处理而已嘛 那么 真正要达到功能的 还是我们的引力车啊 是不是 应该不是 真正要发挥功能的是 它建筑本身 附设的那些消防安全设备 如何在火災 發生的时候 让火事 区隔在某一个小区块 不是让它扩大蔓延 整个延烧起来 是 那假如说 因为那 大楼本身他们 这一个 员工对消防的 这个基本的 这个动作跟常识 也不见得很足嘛 所以要靠我们消防局啊 我是说 我们的设备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在每一年 都向我们的消防署 征集这方面的设备 目前 我们台东县的消防车 包括云梯车 化学车 水箱车 救助器车车等等 其实我们县府每一年 都有在太旧换新 够不够 两辆的这个消防车 好 那当然 以这样的速度来太换 当然是不太够的 不太够 因此 我们特地 在发动发展基金里面 是105年 有有有 108年 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有提进去 准备争取 一亿一千多万的经费 来太旧老旧的消防车 那我们回归上一次 我们回归这一次的问题的本身 那为什么 我们 一下子 三部云梯车 都没有 都没有办法 发挥在应用的功能 是 那是不是在平台上 是不用 是 是 这个是我们要深刻检讨的 我们这 我跟林医院报告 我们这三部云梯消防车 其中一部是配处在台中分队 那这部车大概在二月份 就已经发现这个电脑异常 那跟原厂联系 但是呢 这个车子 原厂技师透过电话来指导 有的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但有的时候又是有问题 因为现在车辆都比较精细的 都是电脑化 所以在这段时间找不到故障的原因 那么另外配置在安检队的云梯消防车 刚好在四月 我在发生前几天 又因为它的油压管在操作的时候破裂 导致于它没有办法来使用 那本来是正常的资本 配置在资本的云梯消防车 那当天到了现场呢 因为又临时发生这个基建的问题 导致于它没有办法升工 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来检讨 我们对或许我们过去对 云梯消防车的这个维修 的积极度不够 的积极度不够 另外我们对于操作云梯车的这些同仁 他的训练 除了操作的训练之外 紧急故障排除的训练 可能都需要再加强 当然是所以紧急于 这个机梯故障的话 当然有专业方面 尤其我们在使用方面 或是从车边了解 我们的警义销的这个 云梯车的操作方面 可能这方面还有待加强 是有 那么你刚才是说 机械的问题 你从一月份就发现到这个问题 以目前台湾的这个工业的 这个发达的话 其实你说电脑这方面 这个只要我们积极的作为的话 应该这个不是问题 如果你刚才讲的 你说一月份就发现了 二月 二月份就发现了 上个礼拜再五月份 这几个月 当然本来 我们消防的设备都是要 尽量备耳不用 备耳不用 坦白讲有了一部消防车 一部救护车 放了一年 搞不好用不到一次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由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来讲 好在没有人面的发生 不过来说 尽量人民的发生了一会 讲成熟 那时候 那时候这一段事件没有帮助 谢谢您议员 所以我们现在有做一些 紧急的一些处置措施 比如说我们 现在呢 现在那引力车已经 对对 我们要求 所以经过这个事件 我们要求原厂的技师 竞速到本县来维修 有没有在做了 目前 目前 三部引力车 我那天去看 目前都是正常 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 但是我必须 我必须讲 我们未来的保养的方式 我们以前是 碰到基建 发生问题 踩脚研导 对对 那我们现在改变做法 我们希望 即使 每半年 不管车子有没有问题 每半年都要来维修 是不是我们负责 引力车的 我们的同志 有固定的 那几位 对 那所以 是不是要固定 送到有关的 这个 做专业的训练 对 这个谢谢林医元 我们现在 整个操作运梯车的模式 过去是大轮班 那我们现在指定 每个单位 派出三个同仁 每个单位 这三个同仁 绝对不能同时 轮修 一定要有人在 是 那我们编排的密集的训练 包括超梯的训练 包括紧急故障的排除的训练 这个训练是明天就会开始 好 明天开始 本期在这里 这个建议 你这方面是比较专业的 是 那么一般的消防车的话 哪怕异效 这方面的话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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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你讲的是说 十楼以上的 台中有二十几栋 对不对 这个搞不好 你最起码 我们到十楼的话 你进行的话 他从二十楼要逃到十楼 获喜 在时间上 也能够让 让老百姓 最忙碰一下 我走到十楼就有银梯车了 不是这样 这银梯车 我当时交易车 不能用来说 等于废物 这方面的话 包括 我们以后 各消防站的这个车子 不要说 台东市的套 泰湾掉 就放到那个乡家室 那银也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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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老的车 所以说 这种的东西 救济的东西 这个机器的性能 人员的 这个性能性要够 是 机器的性能就要好 是不是 是 这救济的嘛 这不是说 我们没效 自己开车 9万半年不少 9万10分钟搞 没效 10分钟 10分钟到10分钟 来说 这废物件 那个现场状况 完全180度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 我不是苛责 一点问题 我们要提出来 这个 谢谢林医院的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林医院 我们接下来 请林参天议员 咨询 取答时间 10分钟 谢谢 台湾主席 各位长安 哪个環保局长 我要问你一件事 马航他到那个猫山 你去过吗 到没有 好 我在这里给你拜託 那里现在变成一个景点 但是那里垃圾非常的多 好 我有去那里面 你自己派人去整理好 这我给你拜託 好 我请教你 我们的方仲凯议员 包括我们现身的地位 刘扎豪 过去到高雄 高雄市市政府和当局行商 找到他们的環保局长 对于台东的垃圾 高雄市有意要接收台东的垃圾 一个月大概是五十吨到六十吨 你就站在幸福的立场 是赞成还是反对 请教议员 你是反对什么 不是 反对给去 还是要支持给去 我们当然赞成去 那个高雄的那个文化厂 确定吗 当然赞成 确定吗 是啊 是确定啊 因为我们对我们台东的 那我请问你 那我请问你 上一次的那个评估报告 九百多案通过之后 你们的评估要修复机器 你们评估出来 大概还要花多少钱 包括议员 那个要到八月底才会出来 大概啦 你心理的技术大概多少 因为上个礼拜有看那个月报 他那个厂商还没有估算出来 那六億是吗 没有这么多 没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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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不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是 我希望台湾的垃圾大战的问题 我们未来也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这是我轻轻给你建议 是 高雄市收容的垃圾 是在解决目前的一个问题而已 但长期的 我还是一个 重视重点的一个环境的影响 守护台东的后山的环境是最重要的 你不妨 趁着这个时候 把前台东的13座的野麦厂 重新再去好好去再利用 这是我轻轻给你建议 你要认真听 你不要做一个错误的政策 过去一楼今天 政策很糟糕 你有什么有糟糕吗 不过高雄他有条件 他跟我们杀 条件我跟你说 好啦 他要我们起床才要跟我们杀 好啦 没有那么严重 有啦 拜托拜托 多多拜托 劉兆豪跟洪仲凯一言 你我说的你会听我啦 政治最重要的 就不会有很大的障碍啦 那你如果说 焚化炉的政策 都没有错误 是不是没有错误 有没有错误 讲重点就 有没有错误啦 这个劫车的过程 会不会太粗糟了 这个焚化炉 讲重点啦 是我们民众所需的 我不知道啦 我这些 你把我 你现在这个 重大的劫车过程 是不是太粗糟了 你是只拿个十点 好啦 你如果要叫我 也没关系啦 你也不好意思说啦 那麦里湾呢 麦里湾有没有重大 重大缺失 有吗 你认为呢 你是一个法律人 你对法律最了解 我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还是我们台东 还是需要焚化理 看你跟你说麦里湾 好啦你请一下 帽山啦 帽山啦 帽山 帽山不要问了 跟环保局也有关系 当时的 环保局长也是一个环平委员之一 啊 啊你要承接嘛 你要承接嘛 像环平有新的规定了 你要承接嘛 对不对 我们要照规定 那帽山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好 请坐啦 好 拜托你咧 那你给他用的清理咧 哈 下哪个辖区 好 你要说问哪一个辖区 你的专者单位就是环保局 就想尽办法把它弄清楚啦 好 拜托你啊 谢谢啊 是 环保局长 我这样跟你说 你不是都真的英雄的啦 不不不 你那个看你刚才那个态度你看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推生推世的 那不需要啊咧 我看一眼 那个如果台东市 台东市公所会亲 我们会去他协调会亲你 如果是悲难 他悲难会来亲你 我们会负责来 帽山怎么会悲难呢 是我在了解那个下 是悲难乡啊 是不是台东市 我们会请 别撒啦 你都说我就想办法 就好了嘛 你这么多了 好 可以吗 谢谢议员 应该可以吧 可以可以 这个要求不过问啊 是 好来你请坐 谢谢 那位民政司长 我在外面社会民间走 过去 我们的续桥啊 那个是日本时代 在原住民在台湾 跟风里人 共同的年代 所架构的那个桥 就是续桥 你知道吗 但是曾起何时 因为我们在造桥铺路那个桥 在定名的同时 都是以地方 为设想的 我希望 我希望 你回后啊 去拜托我们的佛光山啊 满征住持 你跟他说 人家庭你跟他拜托 希望他发挥一个大智慧 你日光寺在台东 那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圣地 我强调那是信仰的圣地 但是一个宗教信仰 要经过到一个地方的和谐 北南 更因一个精神的象征 把日光桥 改为北南大桥 我给你建议 你去申一个文 那问他意思是什么 有 除了说 北南多数人 有需要把这个桥 找到北南人的精神 把日光桥改变作北南桥 你先去把这个主持 尊重一下 这样好不好 我去了解一下 好 你请坐 你请坐 都稀稀给你带一下 这个地方才会和谐 宗教跟地方 绝对不要冲突 要和谐 那个圆明处长 我要拜托你的事情 原住民的土地 在阮山有两个原住民 他的土地被占领 被霸凌了 我希望 我会后把两个名单提供给你 你积极去解决原住民的问题 土地问题 在这里啊 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原住民当然我们要尊重原住民的基本法 这是我的一贯的政治主党 但是你们不要做事情 时空错乱的时候 不要一直超越 这我给你建议 不然租情会不融合 原住民族现在在一个合法的领域里面 他们得到了一个存租权 五年之后 是不是可以变为他们的私有地 可以设定地上去 对 是不是 但是你要了解哦 我们定元 定元 定元 你知道吗 在这里住几百年的农民 百多年他们在这里完全没办法拿到他们的土地 和胜色就没材料 因为这里不交 对地幕的看管 你认为这样子合不合理 那个不是元宝帝 啊对啊 你认为这样的两奏政策啦 合不合理 哦 公共心道 民党 插插地 那里 一直 啊 说要整个一年 你 你说你的良心道好啊 是 站在原住民族的一个胸襟 政府这样的决策太草率 还是觉得你没有意见 我只管我們原住民的部分 不行啦 心想不要這樣啦 只管原住民 你要關心的漢人 把漢人誘導 來體會原住民 400年來在台灣的那種苦難 這樣才會成功 自己守在一個七塊 這種處長沒有大方向大格級 主警很容易在你手上毀掉 你如果要用心說 這對我們人家這樣政策政府膠袋不過 沒打沒打沒有肩膀 硬講的都是原住民那個小客戟的七塊 原住民還有很多大片的土地啊 你們要來要回來 都在政府機構啊 怎麼不敢要呢 未來如果說是有現有的土地 也要一元來支持申請原保利的部分 你們自己的文化會館 馬荒大道那間你們就要工作 讓人家做飯店做酒家 你們有什麼捍衛原住民煮錢 你把完了沒有還是要 好啦那不會賺錢啦 好啦那不會賺錢 只搞一點比較會賺錢的 每天用小米酒就有飯吃了 你再繼續移弄這些原住民 偏鄉的原住民 你去看看他們的生活水準怎麼樣 每年別有那麼多的預算 都做假的造假 你請坐啦 那個消防局 各位我敬愛的消防局打火弟兄 包括台東的一宵好朋友們 這幾年基層的消防局確實是在捍衛台東 創造一個社會安全的一個領域 不以為力 我曾經也是在消防的這個氣派 早年我跟著紹喜時大隊長 也投入很多的對消防的關心 局長 太多的罵罵 反而會反效果 但是我不知道說你那天啊 我要請教你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在考慮你的地位 我請教你 當天的營梯車是不是在光明路的五金行門口 直下 是不是不能操作 是 那如果說當天可以操作 請問 他能不能在一個短短的時間 救災的時間 阻擋火勢的蔓延 可不可以 會不會有效應 謝謝林爺 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那天沒有辦法 最主要是要從那個 我知道啦 那個營梯車去也沒有辦法 對 他是做局限 那個那個 周界防護用的 他是要用來周界防護 隔動的 靈動的 對啊 議員局長你們的時間已經到了 是不是下半場在質詢 謝謝你 謝謝 好 謝謝林爺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謝賢玉議員質詢 尋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議長 各級處長 藉這個工作檢討的機會 我想跟環保局長 來溝通一下我們立島的一些事情 局長我們那個立島有一個污水處理設施吧 是不是有一個污水處理設施在吃燙友宜餐廳後面那裡 好那一個是我們截留那個 我們南寮跟中寮的這一個 事業的這個 那個污水 把他做處理 那個 我在 昨天 沒有 就禮拜五 在另外的你們的單位我有在質詢這個建設處 立島有一條馬路是我們的環島公路 它兩邊沒有水溝 每次下雨就積水 那兩旁的居民 他的生活會水 自己要挖那個池 蓄水池 然後底下不弄水 你讓它慢慢的那個 稀釋掉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說 立島像 譬如說像柴口 就是中寮在過去的那個立島建議 他有一條大牌 那你看立島建議有多少壽星人 你看他出來的水啊 就直接排入 那個 剛好在 柴口的湖前區 旁邊 你說這樣可以嗎 目前喔 這一個 這個部分喔 是還沒有在這一個列管範圍裡面 那之前我們有協調它 來做這個污水的處理 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立島是一個 如果說起來喔 真的是可以在國際 跟別的度假小島是可以比擬的 但是從立島的整個面向來看喔 那是凸顯到我們 這個國家的政府真的很無能 尤其觀光光主管機關喔 觀光機很無能 你沒有辦法讓整個島啊 做一個專案的輔導啊 喔 你見壁力 容積力 各方面的限制 還有各一種那個 你變成說 就好像我們台東的美麗灣遇到的狀況是一樣的啦 你政府的限制太多 你讓它想要發展國際級的觀光啊 都真的是寸步難行 我光說前島這樣子的 所有的民宿跟飯店業者的生活會水啊 都沒有經過淨化的處理 就直接排入海洋 我有在游泳 我有在潛水 我有在浮潛喔 就那一段我剛剛講的那一段啊 那個水溝直接排到海的那一段啊 那裡你 你掛著面鏡當然呼吸器是呼吸上面的空氣啊 那你 你頭抬起來 你聞看看 那真的是臭的 而且那個水是濁得很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環保局是不是應該在跨局處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跟相關的 比如說建設處或什麼 好好把立島幾個季落 四個季落 好好的來做這個污水淨化的處理 但是立島的湖地不大 所以你說要用天然的 那個自然工法的這種過濾池啊 大概還是要去找啦 不是說沒有 但是有的 有的地方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是應該 整體的 來做一個 櫃刊以後來做一個檢討 要趕快再立島這四個季落 趕快把這個生活污水 集中到 一條大牌 一條大牌 然後好好的讓它進化以後再流入海 還有喔 那個 那個 那 局長你坐下好了啦 謝謝 那個 垃圾 這個外運啦 立島現在垃圾外運啦 好 課長也是你的事情嗎 是 是 啊 好你請坐 課長垃圾外運啦 是 這個 行之有年 問題一樣嚴重喔 嚴重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這個港口 你那個 垃圾的集散 是在港口 當初我當主席的時候老是百姓反應很臭 你沒有用真空包 喔 你這種夏天 然後 立島的這個 垃圾處理 又 可能又分類沒有是沒有很徹底 所以發臭 那你如果吹南風的話港口 南寮商圈那一條 那一帶的地方啊都臭得要命 現在又一個問題更大 他那個垃圾 堆積以後啊 清運走了以後 那底下的沙子啊 那留下來的一些 殘渣或是 一些沙子或是什麼 沒有人處理 那 告訴相公所 相公所推給縣政府啊 而是 垃圾清運不在相公所是在縣政府 課長你的認為呢 謝謝議員的指教 這個 因為高雄 從6月1號才開始收贏我們的垃圾 讓我們會從立島地區這邊優先處理 那 這個標案已經花包出去了 所以我們會要求廠商 就像議員所說的 他們要進到這個港口的時候 他們應該在外面先等候 等到傳辦 社長我現在要急迫要講的就是 我甚至在A5B被罵啦 這個屬於相公所跟 跟他花包的單位的問題嘛對不對 相公所其實可以派 當初我當主席的時候 人家馬上問題玩意我馬上給相公所 相公所馬上派清潔 派清潔隊員去洗 不是清潔隊員就是 然後外包的或是那個 就帶過去就清掃了嘛 或是灑水系統 灑水系統有那麼貴嗎沒有嘛 那現在問題就是相公所提啦 他提說那個港區的管理是現務的啊 然後我A5B上面就 我認為那個是 我是現議員耶 我不必去管地方事務耶 但是有百姓就罵我啦 澳門不是立島有一個現議員嗎 他在幹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 地方機關消息不作為的話 我們現務是應該要運起來的 對不對 這種小事情馬上處理 不要造成民燃不是很好嗎 譬如說 你跟相公所打通電話 叫他馬上處理 對不對 那如果責任要離心好離心清楚 這個港區的清潔誰來維護 誰來處理 經費不足人員不足 現務我們明年度下年度 我們就變一點預算嘛 對不對 課長你認為我這樣的建議好嗎 非常好 我們會照議員的 這樣子好不好 會後 會後馬上把這個事情 處理 然後我希望 我們 我們 現務如果有 FB 有人在用關公的FB的話 馬上把這個消息 馬上 傳達出去 讓百姓知道 這個要馬上處理的 因為人家都做生理人啊 那門開開 阿你那邊來 黃培山還有帶臭味啊 還帶著臭味啊 應該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就是還沒有清潔 那可能是他們裡面的話 環境清潔的問題 我們會請這個 立島相公所這一邊 把他們的環境整理的部分 應該要整理好 因為現在還沒有開始跨區轉運 所以現在沒有 那現在那個呢 資源維收的呢 資源維收我們這邊在處理 有沒有在那邊運 資源維收會運啊 對啊 但是他的 他的量是非常少的 但是他們 立島的百姓 直指這個 可能是資源維收吧 就是直指這個 這個 問題點就直指在這個地方嘛 好 所以 所以我在想 把這個問題喔 小事情啦 馬上解決喔 不要造成民怨這樣 是最好的啦 是 阿那個 那個 立島的 污水淨化的問題 包括我們應該做的一些環保的那個 我 好 你們 你請坐好 副長 這一次 立島有一個 環保局長 立島 這一次水底下放了一個 放了一個 油桶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個油桶啊 可以放明信片 然後也可以放小垃圾 好 這個機長 去了解一下 這個就是 最近辦的 我跟 我跟那個什麼 我跟議長有去參加的這個 潛水拼土比賽的時候 順便放置的一個油桶 是 那個日本是11公尺 它是13公尺 它是破世界紀錄 好 立島的 相關光樂者 有這個 觀念 所以我 希望我們環保局 我們也要 必須要做 輔導或是說 給他們一些鼓勵的動作 這樣好不好 謝謝 謝謝議員 好 各位 我們中場休息到10點40再繼續開會 休息 好我們繼續開會 請願下半場第一位質詢的是 張卓然議員 尋答時間10分鐘 謝謝主席 先生我的各位科事主管 媒體先生小姐 各位同仁 在這裡 我想先請教這個環保 好 我抱緊 那個我這邊有幾個意見給你做參考 是 在之前的大會裡面 本期一再的強調 我們的垃圾 河七河場的問題 拿到一個答案就是說 我們希望 我們的 台東縣16鄉鎮的垃圾場 能夠火化對不對 是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現場跟你 都認同火化的問題 那我一直到現在 我們也是朝向這方式 來努力對不對 是 那之前在現場的市政報告裡面 我們會得到一個肯定的 就是說 我們台東 要選擇一個垃圾場 要做火化工作 那是劍龍嗎 是 先做事行性的 呃 是 先要是就對了 試看看 我是認為這個 是的兩個字 不要用 做任何事情都要未以籌謀 我相信你們都有相當的激發性 也做過分析調查 那既然做了分析調查 我們要做 就是一定要成功 但是不能用試的 啊試的 因為時間會浪費 不要像我們過去的文化圖一樣 我們試看看嘛 試到今天 台東的結局是怎麼樣 聯名買單啊 政府在整個工作都賠下去了 這是法部來的事情 這是我一個建議啊 所以 所以在 垃圾場 要佛化的問題裡面說 我們試辦看看 先 找出一個點 先示範 先試看看 我是認為不要試 既然如果要做 要斬金截鐵的 一定要成功 不能失敗 要徹底的分析 挖起來以後 垃圾的分別 看怎麼去處理 我想這個一定會做一個 很相當的一個研究才對 所以機長 我們這個 垃圾場不用試兩個字 這個字好不好 字眼 是 這樣用的話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試 要做這樣 一定要一次到位 一定要讓它成功 不能說 做了以後 有什麼問題出來 到時候又怎麼樣了 這樣不好 這是我一個建議 謝謝你 另外 垃圾場如果佛化的話 台東不要選擇一個點去試 我請問一下 三千萬是 一年度裡面要消耗三千萬嗎 對一個點來說 三千萬 要看那個點的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建黨不是用三千萬嗎 三千萬是因為我們是 是以那個挖廚的體積來計價 我們一估是挖先挖它半年的那個量來計算 那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你的三千萬是在一年裡面的預算裡面 要執行這個工作 還是把這個工作一直做完為止總計三千萬 嗯 嗯 就是跟根議的報告說 我們這一次這個先選那個建農場 就是先 投資三千萬去做 然後 就剛才我們張醫院所指教的 我們會盡全力讓它成功 我這樣講比較快了 你說我因為醫師聽這個大樓來講 你一記要三千萬來講 我們從基礎開始做嘛 蓋到好 不是說在一年或是半年之內要花三千萬嗎 不是不是 根議的報告說 這要看每一個垃圾場的規模大小 所以你現在已經做了相當仔細分析以後 應該現在已經是有相當的了解才對呀 應該我要的答案 你應該可以馬上打呼我 我大概理解張醫院的意思是說 像悲難大概要花多少去做這樣子 不是我現在是講說 你最少說一個點而已 建農的這個點 是三千萬喔 你們先示範嘛 先做對 先示範對不對 我剛才講說不要試 要就掌精節點了 要全自作業把它做好 那做了以後 做了一半 剛開始或是怎麼樣 又問題來了 都說一在那搞 一拖 那對我們在火畫面做 當然我們會盡全力啦 這個當然我們希望在成功 機長我現在講不要盡全力 本來做事就要盡全力 因為他每一個垃圾場的 掩埋的時間不一定 所以我在這邊講就是說 這個叫全自作業嘛 你要動這一個廠 你要去了解你什麼時候開始買 你過去的作業方式是什麼 裡面有什麼東西 現在都要調查清楚 你才可以去評估你的預算 你可以換算很多問題出來 你如果沒有在泥土裡面 你說你不清楚 不清楚你花這個錢 你要三千萬根據什麼來的 或者你要說花多少錢 你又根據什麼 所以才跟葉報說 這一次我們做這個建農場 就是也要做一個評估的調查 那這個資料會做到 以後13座掩埋場的一個 那我在這邊跟你建議 你用這樣推估 我認為個人還是有意見 你如果以建農場來推估13個鄉鎮不一樣 13個鄉鎮的生活品質不同 生活環境不同 使用方式不同 所以你埋在裡面的垃圾 絕對不一樣 所以說跟議員報告就說 如果現在他說哪一個 那個主辦科長呢 科長啊 李科長 謝謝你 我請教你 剛才我跟機長講這個事情 你同意嗎 你如果說以建農 來推估其他16鄉鎮的垃圾場 裡面埋的什麼東西 你的作業過程當中 你要去了解 了解之後 才可以推估你的預算多少錢 跟議員報告啊 這一次我們做這個建農場活化的話 是以他的體積來算 他大概是一立方米 是用700米 你現在用體積算也不對啊 你體積裡面要看什麼東西啊 對 可是他挖起來的時候 他是把它先打包 然後再分類 打包這些我都知道 你跟我講的都是不一樣的 打包你分類以後打包嘛 不能打包就不能打包嘛對不對 就像 就像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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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家回收場一樣嘛 所以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跟你講的就是說 16個鄉鎮 那天我回去以後 我看到私人報告之後 我感覺很奇怪 建農的辦法 不能拿到其他鄉鎮去用 不相信你們同個時間 做幾個垃圾場開發出來 每一個垃圾場狀況都不一樣 那執行方式也不同 不在過去來講 在台東的生活 生活方式 跟鄉鎮的生活方式 完全都不一樣 所用的東西也不一樣 有很大的差別 我這樣跟你說齁 因為台東市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商店買賣的東西啦 用完東西都是來自這些產品 那鄉鎮就不太一樣喔 鄉鎮很多用的東西齁 傳達的東西 很多都自己生產的東西 所以跟議員報告說 因為就是因為 每一個廠區的生活垃圾 內容物不同 所以才會用體積來計價 這樣對廠商 對我們來講 會比較屬於公平一點 你用體積計價也不對啊 因為因為 因為跟報告議員 內容物 沒辦法去確定啦 所以說你們要在每一個鄉鎮公署裡面 做一個前面調查 這個調查出來的東西 新潔隊一調查就知道了啦 每一個鄉鎮狀況絕對不一樣 我們就講很簡單的 我們講很簡單就好 做堤房做橋樑都好 為什麼要地址鎮碳 問題出在這裡 我這樣講你可以參考 我不肯討論很多 你再回去想想看 謝謝議員 第二點 不要譴責一個點去執行 你們的意思要試做抗炭 不要試 當初提出佛話的台 台東提出佛話 第一個是北南鄉 現場跟你都同意 本席的看法 一定要佛話 我也看出 當垃圾河氣河蟲沒有活化 先解決燃眉之急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處理 當初我也講看民高雄都好 你說去搜搜搜搜 我說人家不要 我說你怎麼辦 現在面對 機長當時我跟你講 你也跟我講 你怎麼會知道 既然我們要關心台東線的事情 我們當然去做很多很多的方式去瞭解 我瞭解以後的答案就是不簡單 現在呈現了 現在呈現了 所以我現在正在講 你不妨 打了冒進入去 你要試做 打假說不要用 你就決定去做 做了以後不要選擇一個點 基本上我在那邊要求 其他像這個狀況我不瞭解 北南鄉一定首先讓它活化 是 會做 北南鄉的活化可以 可以救到台東市 台東市的活化可以救到北南鄭鄰近的鄉鎮 這是兩個點很重要的 好 陸野觀商你也可以支援 民進也可以支援 我想這兩點你要做同步進行 是 好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張議員針對我們的垃圾問題 做一些提供一些解決的方案 我們接下來請海端張全新來議員質詢 去拿時間10分鐘 謝謝大衛主席 那各位局處長大家早 首先想要先 本席想要先請教的是我們民政處處長 嚴處長 處長想請問一下 有關我們海端鄉內 那谷塔目前的新建的進度是在哪裡 是在環瓶中還是說設計建造的建築師評選 還是說請造工程發包 目前它那個水保已經過了 現在要做環瓶 它是要做那谷牆 它要做那谷牆 它之前因為工程進度慢 所以被扣回兩千萬的補助 所以說要從原本 原本的那個計畫是那谷塔 要變成現在是新建那谷牆 那請問一下這個部分 我們鄉民都知道嗎 有去廣媒周知嗎 因為本席在這邊聽到的鄉民的回憶是說 那谷塔到現在目前一點進展都沒有 那現在如果說突然要變成那谷牆 他們這件事情我大概任內協調過兩次 他相公所都跟我們講說他們有辦說明會 據我所知那個說明會本席也去過兩次 一次力道一次誤入 那目前其實力道目前是比較不能接受 所以他們目前還在協調中 所以說我想要請問 如果說針對那谷塔去做新建的話 現在這部分是一定就是說不可行 一定要變成那谷牆 是這樣子 那谷塔那谷牆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對 所以本席就針對那谷塔 請問說目前海端像那谷塔會新建與否 請處長簡單說明一下 給我們鄉民可以知道說 欸這個目前的 新建的進度是在哪裡這樣 目前新建進度是在他們在實施環評 環評還沒過 那個環評是針對那谷塔 中邊全部都要做環評 全部都做環評 設施範圍都要做環評 好那如果說按照這樣的進度的話 目前是在環評 那原則上騎乘的話 今年年底會動工嗎 環評過當然就會動工 如果環評不過 如果有條件或是各種結議的話 可能就會 就會再delay一下這樣子 那只是說我們現在目前針對鄉內 好像都沒有人說會進建那谷塔 所以說很多人 很多鄉民都會跟本席這邊做反應 說好像那谷塔 自從上次定期大會 就是前議員有提過之後 完全沒有做 不管是公所橫向聯繫還是縱向聯繫 完全都沒有去做通知 所以說鄉民都不會太了解 議員好 我們再跟海灘來協調一下 好 那再麻煩 大概分兩個部分協調 第一個部分 他叫我們協助的地方 我們就盡量協助 好那本期這邊也是希望說 在處長這邊 因為目前那谷塔真的是 本鄉非常需要的一個殯葬設施 對 那所以說希望說 不管說未來他的 韓文監督或是列館的話 還有說工作期程的進度在哪裡的話 希望這邊處長還是在多多幫忙一下 讓我們海關相公所 對不起 我們地方的一些就是相關單位 去協助他們去做施作 好 好 再來 來第二點 本席上請教一下 我們圓民處處長 處長 針對那個本鄉 因為您貴為我們圓民處的最高行政機關 在本縣 那我們海灘鄉有六個村 有十四個部落 在去年 有一則新聞報道就有報道說 有一位婦人 因為巡山水的時候 不慎失足滑落山坡 然後不幸死亡的意外 不知道處長您知道這件事嗎 在本鄉 海端鄉 不清楚 好 那事情是這樣子 有關我們海端鄉 有一位婦人 就是在去年度 為了巡山水 然後不曾發生意外 那那時事情 事情發生到現在一年 本席是認為 該位婦人是為了要巡渲山水 使用山水 所以說她去 去 就是一個人自己上山去巡水的時候 發生這些意外 那因為貴處好像都沒有去做一些關心 那本席現在就針對 我們的山水使用的部分 是不是請處長稍微說明一下 如果我們 海端鄉有鄉民 真的希望能夠去做 簡易自來水的設施 去做申請的話 她到底所謂的流程該怎麼走 該向誰申請 那不知道說貴處 有沒有可以協助的方案 跟議員報告 我們簡易自來水 去年以前都是我們 由我們原民處這邊來主辦 那今年開始 因為中央 轉到財經處那邊 對 中央單位這邊改 轉改經濟部這裡 所以轉到財經處這裡 來去做執行 那簡易自來水 其實大部分都是由 相公所先提報來申請 那當時的時候 以去年來講好了 原民會大概有兩種經費 一個是我們直接會給相公所這邊 做維護修善的經費 就是說維護修善而已 但是如果說申請呢 就是如果她沒有一個 簡易自來水的設施的話 她要申請的話 現在目前好像 原民會這邊已經沒有針對 新的那個 簡易自來水的做申請 因為大部分我們 因為我們都是 我們之所以做簡易自來水 是要變成是 因為當自來水 還沒有普及到那個地方 就是他們做飲用的來使用 那如果是說 她只是取山水 是做農用的話 就是屬於灌溉用水 在農業 其實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們人民 他們雖然 目前真的還是有 會有我們所謂的自來水 但是針對山水的部分 他們還是 還是有這個需求 所以他們才會 就是不顧生命危險的這樣 上山去尋山水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本期是覺得說 人民有需求 要申請簡易自來水 我們應該是要去 協助他們 協助他們去做申請 那因為我知道說 這個 目前這個部分 雖然已經今年度 已經移到我們財經處 去做 去做那個 申請 去做 去做工作 那 但是因為您貴為我們 原民處的第一個 最高行政機關 是不是也可以說 廣為宣導 如果這部分 已經移到別的處 去做 施做的話 申請的話 那也要去 讓我們鄉民 鄉親地方的一些 就是行政機關 也能夠了解 而不是 我們有一個鄉民 就是直接去 去申請了之後 然後 在地的 可能說 這程序不對 不是給我們申請 然後 他就說 你要去換縣府 那縣府局處是那麼大 老實說 鄉民也不知道 到底找哪一個處 第一個一定會想到說 我們是原住民 我們第一個 就找原民處 但是可能 在詢問過後 發現了 也不是原民處的工作 那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本席這邊是希望說 如果真的有鄉民有這個需求的話 是不是請你們再協調看看 好 我們再 再做一個協助 協助我們鄉親 做簡易自來水的那個申請 是 好 我們會協助 那未來如果說 像加強宣導的部分 除了我們本處 會到各鄉村去做工作的座談之外 那未來如果是說 我們有家戶中心 他原家中心這邊 有要做其他宣導的話 我們一定也把這個列到宣導的項目 那請問處長 你們在一個年度上 通常到下鄉去做 工作宣導的次數是多少 跟遠半半 因為我們自己本處 自己大概到一年大概一次 像去年我們大概就一年 因為要跑十五個鄉鎮 去年我們甚至綠島也都去了 因為那邊有一百多位園 綠島我們也去了 所以大概 我們大概會做這樣的工作 工作座談 好 那再麻煩處長 就是有關我們鄉 如果要在申辦檢疫自來水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在你們在下鄉 去做工作宣導報告的時候 能夠跟我們鄉親做一個交代 也協助他們去做申請 好 那第二點 本期要再請教吳處長 有關我們台中縣圓民處辦的大型活動 大概就是南島文化節 還有其他相關的一些 計畫和指活動 那想請問南島文化節 目前辦的地點 大致上都是在 跟遠報告 因為今年我們大概把南島文化節 重新去做一些改變 我們現在把南島文化 因為以前都是做嘉年華會 用活動的方式來呈現 那我們今年就把南島 台中是我們南島的原鄉 所以是以這樣的為去出發點 所以未來 其實我們這個活動 不能是說是以哪個為主場 那我們可能未來還是以文創園區為去做主要的場域 就是那個創園延續區的部分 會做這個南島文化的出發的場域開始 所以有沒有可能像觀禮處這樣辦一個熱氣球 可以下鄉到其他原民鄉鎮去做舉辦 然後參與隊伍的競賽 就是直接到各個分區做比賽 用這樣的方式 好 那沒關係 本期下個階段再詢問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可以的 可以再有機會 可以再質詢 我們接下來請 林崇漢林書記長 詢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大家早安 本席想就叫與原民處處長 處長 我記得去年 我們的原民會館在委外經營的時候 那麼很多原住民集的議員很關心 當然也有很多平地的議員很關心 那在招標委外的招標過程裡面 大概好像也有經過兩三次的流標 最後 那本期最納悶的是 這個程序在2月18日 是不是廠商提出的營運計畫書 今年 今年 是 得標的廠商提出營運計畫書 是嗎 是 那3月21號完成原民會館的檢核 是嗎 是 有多是 那是什麼時候辦理簽約的 簽約是在4月15號辦理簽約 好 市長 本期想請教的是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營運 現在廠商這邊6月中 是預計開始是營運 7月2號正式營運 然後開幕 是6月嗎 是6月中 那現在就是委外廠商在 積極的在整理 現在在做內部的一些 他們可能做一些裝潢跟整修 好 本期想請教你 我們就對裝潢跟整修來做 做一個探討 當初在契約簽訂的時候 我們到底給委外經營的廠商 所謂的環境跟現有建築物 或者是室內裝潢的變更 或者是翻修都好 我們給它的權限有多大 跟遠方的話 因為之前我們有已經做過 整個房間去做改善 這是沒有辦法去做改變的 本期想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當初我們花了一千兩百萬去 把明明搞整修 那整修後 當然你有一定的這個硬體設備 跟這個環境是交給它經營的 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在跟二委外的廠商 在簽約的時候 我們是百分之百告訴你這個環境 是給你使用 還是說 你可以做百分之十的更動 或百分之二十的更動 我現在目前是要問這個 出場您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的東西是你 就是全部都按照這個來經營 還是你可以做稍微的修改 跟一員報告 整個簽約的環境是 包含外面的圓形廣場 那整個它如果說 要做裡面的更動的話 必須要經過我們 它要發文給我們 必須經過我們這邊同意 可以核准他們 他們才能看 那本期就經過這個圓民會館 有一次去進去看 那也有部分的人 在跟我反映說 好像圓民會館 剛進大門的這個展示金 好像我們才有拆除了嘛 是不是有拆除這個事 是 有拆除這個 那這個當初給它的 有沒有含這個 它有沒有報准憲符可以拆除 有 有報准 是事後報准還是事前 事前 事前 事前就可以報准 你是這樣嗎 是 那外面的一些展示器呢 我看因為我前天去看 本期到現在去看 好像很多木雕的東西 好像這個 當初的木雕這個作品 有很多都是我們部落的 這個雕刻師傅 藏寧的心學 那當時 就是氣勢在這個圓民會館外面 當然本期當時也是提醒你 一定要務必要跟這個原創的作者 或者是這個作家 能夠告知這個 我們要怎麼處理 或是是歸還 那現在到底這些東西都到哪去 編員報告 其實現在當時的時候 就是外面的原型廣場 我們有經過那個 有問過那個當時的原創人 他們有一些是要拿回去 有一些是要我們自己處理的話 我們那個都已經處理完了 那現在留在文化會館的 其實都是 我們已經有經過做 防蟲、除蟲、防虎的做 已經有重新在做 現在還留下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當初所棄制的部分已經歸還 但是部分 如果說他們不要的話 那就要交給原住自行處理 對 那在那個中廊、廊道之間 那個建築物 在那個梁柱之間的那些 原住民的目標產品呢 應該那個不用被拆除吧 沒有那個不坤 但是未來要做其他的規劃 因為他們現在還在整個做 做整體的一些 一些裡面裝潢改變 可能未來還會再做 方式在地點會成為更改 本期一再強調 我們一直在跟創林說明說 冥民會館是唯一 原住民在台東縣裡面 唯一最有原住民特色的這個會館 如果他 後來這個委外的廠商把它搞成 不三不四或者是搞成 根本就不符合原住民的特色 或者是離開原住民特色 已經很久了 因為裝修的問題 那麼 去治了這些原住民的因素存在 那這樣的原住民會管委外經營 它的意義就會消失 這個我要請處長您加強的這個去督導 因為本期不知道你當時的七月書 到底是怎麼打的 到底是它可以變動多少 跟動多少 你剛才處長您也講過 它只要變動都不需軍過你原民處的同意 對不對 是這樣 那處長我在最後問你 它到底變更了多少 現在存報到原民處以後 它到底變更多少 像以外圍來講 就是那個舞台 因為是剛剛我們這邊做設施 那個是不可能會去做拆解的動作 那它中間可能會做一個小小的圓形的水池 它整個會做 因為那邊未來會是做展演的活動空間 所以它那邊大概就只有中間 會做一個小小的小水池 那裡面內部是 因為它一樓那邊會做餐廳 所以它會做一個原住民的主題餐廳 會在一樓這邊呈現 建議處長 當初你花了一千多萬去給它整 就是給它整理 那你現在給委外進廠商進行 那你不能讓委外廠商 就是隨意的就給你跟動 不管是外在的環境 裝修的環境 或是內在的裝潢 如果它隨意跟動的話 那你當初花這些錢去維修 那就有浪費工廠的事實 那請處長對這個事情 要嚴格的注意 好 處長請坐 本席想請教這個環保局長 局長您知道這個台東縣 最近這兩年有一種動物最多 你知道哪一種動物 我知道 我跟你講小黑蚊最多 它好像會移民 從花了以來移民到台東來 現在台東來很多部落 跟本席來反應 因為我們在市區 可能感受得到 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但是因為部落裡面 都是跟這個山啊樹啊 比較靠近或比較多 像這個建河啊 像這個新園啊 這些沙蘇維亞這些部落 都長期是在這個比較市郊的環境 他們現在說這個小黑蚊真的是 很離譜了 到了離譜的地步了 那我認為 本席認為環保局應該有所作為 那本席也聽到施工所上市 在46個裡也做過消毒了 但成效怎麼樣 可能我們還有待遇去檢驗 但環保局的作為 有沒有作為 報告 跟議員報告 那個小黑蚊它本身就是 我們用藥 環境用藥去噴效果有限 因為它本身就是 依附在那個青苔跟藻類那邊 所以這個居家環境的清理會比較重要 它跟一般我們的家吻不太一樣 我們如果用這個環境用藥去噴 那個效果有限 所以真的是還是需要 我們民眾自己那個居家環境的清理 現在是目前全台灣對這個小黑蚊的房子都是一樣嗎 都是一樣就是說 就像你們給我的答案就是 因為跟議員報告 這個小黑蚊應該是說 從農業出來那邊跟民眾宣導 它真的是靠那個 依附在青苔 所以因為我們 它不是在積水那個地方 所以小黑蚊它一般都是在白天 或防昏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活動力最強 它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洗的一個蚊蚊 所以真的是 用環境用藥去噴它的效果真的是有限 我聽說現在有些部落 好說這個之苦 好像到部外 不用待十分鐘 就全身全腳全部都是 尤其是手腳 但是我們想聽到的是 我們本縣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你有一個具體的 有沒有一個演藝的一個方案 或者是具體的 你不能說光靠圈岛而已 那你有些東西是你必須要反正 還是整治的你是不是要 其實跟藝人報告 就是我們如果去 請相關公衆所事業去協助去噴藥 真的跟藝人報告真的是 效果非常有限 跟我們家務是不太一樣的 那真的是需要民眾來自己 從居家環境去清理 好啦你居長 居長我還是認為你應該對這個東西 還是要多多關注 因為這個好像日常生活都會碰到的問題 那現在也有很多人在埋怨 那我也希望說 把這個小市民關係的小事做好 謝謝大學主席 好謝謝大學主席 謝謝大學主席 謝謝議員 謝謝 謝謝林從漢議員對小黑文的防治 那我們現在請洪宗凱議員尋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學主席 麻煩局長 我們剛剛好上一趴講到一半 有關於露天燃燒 所造成PM2.5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對於這一方面的一個 就是查契啊 或者是說民眾檢舉的情況 目前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查去,我們去巡查有61件 就104點鐘有61件 然後民眾檢舉有183件 所以整個去一個年度是244件 基本上這個露天燃燒 我們都是先以勸導為主 因為露天燃燒一般在鄉間 我們這個陳其小組人員到現場的時候 燒完了 燒完了 不然就是那個農民沒有在現場 那 可是如果沒有在現場 我們查那個D號 我們還是會去規勸那個地主 這個有關空污方面的一個檢舉案件 這是千奇百怪 那個我們 比如說開一間牛肉麵 然後呢 他也沒有油炸 他就是水煮而已 然後隔壁鄰居給他檢舉 經過這個什麼異位檢測之後 被法開法就是十萬起跳 這樣的一個金額 我覺得整個空污 大概這個方面的一個 當然就是 法規是明定的 那怎麼樣子去處理 我覺得這是我們環保局可以去做的一個 有一個彈性空間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露天燃燒部分 我後來去實際問了一下 才發現到 這個真的要查戲起來問題可大 因為很多民眾 我打掃庭院的時候 我把這個枯樹葉把它集中之後 放一把火把它給燃燒 這樣子有沒有違法 也是不行 也是違法 那都是違法我們的規定 對 那如果說 以前整個地方 價值的那個 就是瓦斯爐 那個什麼 熱水爐 是燒柴的那一種 這個也違法對不對 那個倒不是 那個是因為他們在生活上燃料 對 那我們現在是指示反對 就是禁止民眾露天燃燒 降垃圾 或者枯樹葉 那唯一的可以就是許可 就是說它必須跟消防局 依照我們那個申請 申請許可 但是那個申請案基本上很難過 它有畢竟的要件 那符合那個要件當然會准許 所以在外縣市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降低這個 PM2.5的問題 因為畢竟全台灣 全台灣只剩下台東這一塊淨土 就像現場說的 這是我們引以為傲的 好山好水好空氣 那當然對於這些農民來說 你要它不做燃燒的這種習慣 恐怕需要一段時間做宣導 那農民的觀念是 因為那裡可能有一些病蟲害 所以我必須經過燃燒之後 這些病蟲害才可以解決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 它要把這個稻粉加在土裡 本來是如果你焚燒完之後 我焚燒完之後可以這個第二期稻作 那如果呢 你現在經過 就是沒有經過焚燒之後 我們把它加在土裡 要等到這個稻梗腐爛 然後呢 再來進行第二期稻作的施作 時間會拉長 對所以農民就覺得該燃燒了 反正呢 我燃燒了之後 等到環保局叫人來看 煮花燃 對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當一燃燒起來的時候 特別是在公路兩旁 一燃燒起來的時候 其實對於經過的這個車輛來說 也有安全上的疑慮 對那 這個部分 當然未來是否要加強茶器 這個在要茶器之前 我們都必須先做一段時間的輔導 那就去輔導農民呢 譬如說外縣市的做法 是我們有所謂的堆製廠 或者是說跟農民講 有什麼堆製的方式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 對製廠還有的關係是 我們又拿農民去收這些道本回來 因為他還可以做其他的運用 對 那當然呢 這個要做都要有一段時間去輔導 比如說兩年三年的時間 要不然你一開法下去說 有空屋 有議員在說 我們空屋要加強茶器 這些農民又會挖 本來他已經長期習慣是這樣子做 這方面我們會跟農業處 跟農會這邊來合作 是 我們盡量來宣導 剛才一言指教的就是說 把集中在對峙的 因為我們台中的這個 浮演太狹窄 這個這樣規模起來 可能會 要花費很多這個經費 這部分可能我們也要來評估 跟農民 我們會再跟農業處 跟農會這邊來一個協調來公開 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空屋檢舉案件 有沒有那樣子的案例是 我們家就是一個火燒的那樣子 用燒茶那種爐 倒沒有 剛才議員說講的裡面 就是有燒垃圾 燒枯葉的 這種有幾件是這樣的案子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也要加強宣導 所以民眾來說 我真的 因為不是 我自己也有幹過這樣的事情 還有笨手 我們農業集中 因為也很小一戳 就把它放火燃燒了 這樣 據說這樣也是違法 對 就違反公務法 對 那這個就一來 也請環保局加強宣導 然後也請農業處那邊 針對農民的部分來加強協助 是 OK 謝謝議員 再來我想請請教一下我們的原民處處長 處長我想問 在去年的時候貴處有舉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部落原味美食達人 這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呢 原本預計辦理的時間是什麼時間 去年 對 這個日期是不是 這個活動辦理的日期是不是後來有變動 有 所以公告的日期跟後來實際辦理的日期是不一樣的 只是有延後辦 因為公告是還是有繼續選 後來有再甄選過 就是再公告一次 然後之後再來延後再去舉辦 因為辦理的活動時間 從你公告到辦理活動時間非常的短 所以你後來延長的時間是這樣嗎 對 就是因為原來大家就是甄選了 我們也有去邀了一些就是我們那裡 我想問一下這個活動你們花了多少錢辦 總偷偷的經費 應該只有二三十萬左右 怎麼可能只有二三十萬 你光獎金就三十一萬了 獎金 獎金令計 所以整個病災洗飯大概有五十幾萬 那我們今年度的南島文化節 預計要花多少錢辦 一千一百五 一千一百五 那所以現場講的說 原民會補助只有一百萬左右 對 那剩下的都是現自酬 是 我們要自酬一千四百萬去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是 這個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到底 這個南島文化節辦理的一個成效 我要講我也贊成 如果依現在這樣辦的二二六六的方式 我覺得管長說的 停辦應該要 這個真的 不是說這個活動沒有意義 當初辦理 第一屆的時候我還在讀大學 辦理第一屆的時候 我還去當接待的人員 去接待 我記得我印象中我去接待印第安的 那其實那一年辦理非常好 到前面幾年 慢慢的覺得流微形式 跟那個公所在辦馬卡巴海 我覺得到最後都有流微形式的感覺 其實沒有一些新的創意在裡面 我們先這個 藍島文化節我總質詢會再說 我們先針對這個部落原味美食答案這部分 請問你這個活動 總共取幾名 比賽 原定預計要取幾名 名次 三名之後還有兩個字 一個是人群 沒有啦 你公佈的 你公佈的裡面就十名了 特優一名 優等兩名 甲等三名 加做四名 而且獎金之高 特優第一名八萬塊 優等第二名五萬塊 甲等第三名三萬塊 加做第四名一萬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網路上搜尋這個活動 在外縣市人看起來的 角度 難怪我這個比賽中間這麼高的 但是總共有十名吧 科長 是不是十名對不對 那請問你有幾隊參加 有十幾隊 十幾隊 九隊而已吧 你們公佈在新聞上面就是九隊而已啊 是當時報名的時候有一些資格不符話 就沒有在現場 所以實際去參加比賽只有九隊 因為其實我們要求還滿一個 主要是希望是已經有立案 有實際在從事豐衛參 所以你們這個整個活動就是需要經過檢討 對 我們花了那麼多的錢去辦了一個活動 結果成效這麼差 就是只有九隊來實際來參加比賽 那幾乎人人有獎了啊 而且獎金八萬塊真的非常多 其實我們主要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的資格比較嚴 是要他已經有立案有在從事豐衛參加 並且要有秉級症狀 所以有這樣子條件的 參賽的隊伍是有限 所以看起來隊伍不多 實際上是因為我們的 就是參賽的資格有要求 那因為規矩也是你們定的嘛 所以當初你們定這個規矩的時候 也就太高了 標準太高 我要講的齁 不是只有不定的 原民處有太多活動都在浪費錢 這個在總質選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再一一來跟原民處檢討 謝謝 因為時間到了 謝謝 好 謝謝 呃 洪議員針對南島文化界所做的討論 我們接下來請陳志豐議員 尋找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個 我們局長的管理長 我剛主席 我 看的事都沒有要問你我 大會主席 大會主席 對你們小王這邊的規矩都沒有意見 來我請教一下齁 那天的規矩幾點重播 時間 我們19受理報案的時間是17點59分 5點59分 那我們幾點九分 到達的時間是18點03分 15點 15點59 17點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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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點59分 接到報案 到達現場的時間是6點3分 到達現場的時間是6點3分 都我們局長的規矩嗎 對 就是 那個出動的就是台東分隊 特殊分隊還有安全檢查隊 有我們局長的規矩 對對對 對 對 中型點 所以說 洗火的建築物本身就是一個 成就感倉庫 當作倉庫使用的 的地方 這是你的鑑定 你的鑑定報告 所以裡面堆持著大量的 可燃性的材質 包括木板、紙板等等 量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的消防車到達現場 整個濃煙跟火車 都已經竄出來 往四面八方來竄勝 經過我們第一時間的布線 總共出了十 十一條水線 從成就感後面進去 布了六條水線 然後從光明路的 麗音坊以及宗廟坊 總共布了三條水線 江湖市 另外在文化街這次 也布了兩條水線 剛才我在打插一下 你現在所有現在說這些 你坦剛才有做過 做過水面嗎 你坦剛才醫生說的話 我們董事或什麼人 你要做過水面嗎 沒有嗎 有說過了嗎 到我們裡面通常討論過 沒有啦沒有啦 你剛才醫生說的話 這是 今天你們請問他第一天嘛 對 你坦剛才說的話是不是 你坦剛才有說過了嗎 沒有 沒有 這樣我給你機會 你直接說 這樣喔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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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議員 你坦剛才 你坦剛才 你坦剛才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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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 是 所以說一開始 我們布了十一條水線 那也把火勢有效的 控制住 在陳舊桿後方的倉庫 以及 從光明路那邊 拉進來的水線 把它 國師控制在 幣營房的後半段 還有 義明堂中藥房的 後半段 那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認為 因為幣營房跟 義明堂中藥房 在我們看起來 都是 鋼堅水泥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認為 國師控制在 這個區塊 應該沒有問題 慢慢的 降溫 它就 可以慢慢的熄滅 那 可是到了後來 我們才發現 原來 這個 中藥房 它中後段 有一個區塊 有一個區塊 它是 鐵皮的建築物 它是鐵皮屋的建築物 教長 我告訴你 這裡 因為你還會用土皮摔 這可能是你的 你的災厚檢討 新的鑑定報告 是 你們有機會 現在要要求我 是幫我做這個火災 會做一個報告 是 我告訴你 其實我有去現場 是 我是站在旁邊 我看你在那裡 鑽魚鑽路也很辛苦 是 是 我 如同我自己去 是 一般的八成 是 在裡面有一個 要檢討 是 你在現場 在 你現場 在 救災 在看一看 我是在旁邊 我在那裡 發現一點 所有的八成都在那裡 在那裡 不是盜不用 是在那裡盜看 不過這人的七山 我是覺得很重要 齁 是八成 還是蕭文英文 文美青 是 還有一點 我們現場 那裡 水平不足 你們的山 競爭 鑽魚鑽魚鑽魚 是不是 鑽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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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水哪個地方啦,你會不帶在那裡沒水啊 你怎麼叫到安靜鑑魚啊 是不是? 你怎麼放在那裡水龍悠寒 你像那天的大火 你怎麼會有水,一定會撿那裡水到那裡 是不是? 我跟你說的是,在那附近,在菜市的附近 你怎麼有幾條水算在那裡? 其實我們附近,第一時間我們就站最近的兩個水源 那個光明路跟文化街口的 跟那個中山路二八九號前面的兩個最近的 後續旁邊三個小黃酸的水源全部都站了 所以我們的水源,幾乎小黃酸的小黃酸的水源都站了 不過我看你打,你撿不起來 我跟人站在那裡,你一直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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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下去你打,它就撿不起來了 你會報告 我是要跟你參與,我沒有直接你們說什麼 你們董事長得對得不對 那是你撿後,你怎麼自己 對不對,是你自己撿後 這有鑽鑽,你自己撿去撿去 是像旁邊這家,你像旁邊沒水 你被他打火 你怎麼說沒水也沒效啊 因為那個是這麼強 其實我們同樣一台攻擊車 我們同樣相當在資本前面正面的攻擊車 可是兩台抽取入的水源同時給他 所以他在水源裝得多 你們都應該都看到碼嗎 像他們剛彈腼 彈腼,彈腼就在撞火 所有的袋子都已經在看了 裡面所有的過程都在灰銜 怎麼跑都不知道嘛 那邪都都知道了嘛 對 有沒有想到 einer人一口一指 costume 他一支我一支 他一支他在說的事就不一樣 跟我在看的事就不一樣 你覺得這個水管不一樣 你還不知道做一個方法 我去做什麼車子 他去也去賣 對嗎 這個我跟陳雲報告一下 這個水管是這樣 因為我們到現場 因為這個火腸是需要大量的水 所以我們一開始出了11線的水線 那個時間點大概是下午6點 根據自來水給我們的資料 那個時段是我們市區民眾用水的一個高峰期 那我們同時出了那麼多條水線 在那個狀況 勢必會造成所謂的水量不足的問題 但是自來水他在後續他也開始集中供水到我們的災區 所以說在後續 我們要如果在菜池裡面 菜池裡面 那個水源太遠了 你有沒有消防算太遠 菜池裡面 是可能陳雲言說的 那有什麼蓄水師嗎 你拿去接水的 沒有 要到中央市場裡面那邊可能水源太遠 要遠一點 因為正面的部分 我們是像光明露跟中央市場 我簡單跟你講 你們做那個7億 所有的消防酸 消防酸的位置 分布 有多少錢 最近的五個消防酸全部都在 我今天要跟你們問這個 不是要跟你們指責 是 我們人在現場 有一個風聲 有一個風聲 風我們炮味 我們這裡陷在那裡 全水全露 沒有啦 不知道去哪裏 那 我 我的見解是 為了我炮 就是你們 你們母的母國在西台車子 進來做什麼 我是希望 我做這個機會 跟我們台南官民說 聽所有現流 在那裡炮好的 都沒有太多錢 是 做水電的 不會有肉 要想你壓倒肉 那人都會有 我是希望 做這個機會 跟台南佩祭說 多一點掌聲 不想你不想你 不要一直說那一字節 是 但是 相對的 你是人緣不俗 切皮不俗 是 來探討的 你不要做 我們會誠懇 深刻的來檢討 那是好感到的 都沒有人想想 都沒有人希望 有好事的 你再做一個處理 好 謝謝陳議員 對我們的鼓勵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志豐議員 對一宵同仁的鼓勵 我們接下來請張卓然議員 質詢 請請搭時間 十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也許剛才 文綺所發言的 議題裡面再加強一下 文貓請 文綺剛剛所提到 垃圾掌活化的問題 你是選擇一個點 那現在文綺要求你說 多幾個點 那至於其他鄉鎮 要不要多 要不要活化 在什麼時間點 我在這邊 沒有辦法去做決定 因為我不太了解 至於在貝蘭鄉來講 當初為了垃圾場 我剛剛講過 為了焚化爐 貝蘭鄉 在第一時間點 我們提出 我們對焚化爐的看法 還有對垃圾的處理方式 我們提出了一個 比較 好處理的方式 就是說 現有的垃圾場用活化 用活化的問題 當時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集長第一個就 同意我 同意活化 後來縣長也是同意活化 是不是這樣 是 那在這裡我現在就講說 提出本案的人 是貝蘭鄉 我們發現問題 曾傑所在在哪裡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要執行 還沒有貝蘭鄉的活化 會不會很奇怪吧 我剛剛議員會啦 因為一邊這樣也是 會是什麼時間點 你跟議員報告 那個 現場的事實包括裡面 只有一個點而已 沒有那個是 現場說先示範 那想就是說 北南鄉是我們優先要助理的 優先齁 對是 好 那我現在還是講 你還是趕不了口 你還是說示範 不要示範 你做就是一定要做 因為我們的計畫 是這樣寫的 但是說跟議員報告說 我們會全力以赴 你說示範 萬一中途 如果說你發覺問題是 你的觀點上 或是你主辦單位認為有問題 萬一你如果停下來 那我們垃圾交易就嚴重性了 我們現在唯一可以走的路就是活化 可以解決燃眉之急的這一段時間 作為反送 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在討論 在計畫做台東垃圾 將來何去何走的問題 你能做出一勞永逸 否則的話你現在如果不在短時間 做最快的速度來處理 唯一的處理方式就是活化 還有分類的問題 我想這些問題應該這樣講 剛剛我講的就是說 如果悲難你活化以後 我們現在看的是台東線整個垃圾的問題 不是哪一個鄉親的問題 那如果悲難像你做活化以後 江海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圓坪 陸園 冠山 此戰 沿線有問題 也許我們可以那邊來下來也方便 一條路很止 那大五線可以到台東市 東河鄉到台東市比較近 我們幾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海線也有設置一個鄉鎖 就是活化 大五線有 官山線有 台東市有 悲難有 那江海互相支援的問題 互相支援的問題 江海的活化的垃圾場 這樣讓我們台東市整個垃圾有發生問題的時候 可以互相支援 然後把貓體系政府可以做整個協調工作 彈性利用 這樣的話應該是對台東是一個正面的效果 我在那邊建議說 悲難早期我們都有虛擬規劃了 我們也做了相當的了解 我們的想法裡面 並不是解決悲難的問題 因為台東縣 台東縣出了垃圾問題 我們當然就是 每一個鄉鎖都有責任 替台東縣這塊土地裡面的垃圾 我們大家都互相支援 要來解決問題 你的看法呢 我們華寶局是以全縣為考量 不是以哪個鄉鎮 應該這樣做 當初每一個鄉鎮有一個垃圾場 是因為每一個鄉鎮都是 大家去解決掉 我們台東縣就OK了 那現在台東縣整個問題來講 垃圾場都發生了問題 噴化爐也出了問題 那在這個結構園裡面 我們當然就是說 以台東縣為主 16個鄉鎮為主 那至於說我們整個經費的使用 跟我們重新核化的作業 那要選擇在哪一個點 我是認為這一個點是太少了 這是我們要通訪考量的 不是哪一個鄉鎮為主 是 基本上你如果說 每一個鄉鎮都不能活望 目前還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那基本上 海縣 山縣 政府縣 台東縣 要去考慮這個問題 好不好 這是 這是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們回去在作業上 好好審視商考 好不好 謝謝議員 另外第二個問題 我要想 來跟機場請教 我是主辦科長 我們台東縣的環保局 在空估這個定檢的問題 摩托車 摩托車的問題 摩托車定檢對不對 那現在有的鄉鎮裡面 沒有定點的 沒有定點檢驗嘛 是 沒有定點檢驗 可是你們都有用時間幾小時啊 齁 然後去 去定檢 可是 你沒發覺到問題 你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你所謂的說 台東縣有鄉鎮裡面 有定檢的 定 定檢的 地點 有摩托車 有摩托車 跟你定著 對不對 如果沒有設的話 會不會有巡迴的回去 有幾個鄉鎮 有六個鄉鎮沒有 哪六個 有 蘭嶼綠島 然後 海端 達人 六個 還有沒有 沙托車 還有一個 哪裡 沙托車 我給你講 再說 再給你一次機會 蘭嶼綠島 蘭嶼綠島 海端 金峰 沙托車 還有沒有 然後達人 六個 還有沒有 六個 就有六個鄉鎮沒有定檢驗 那其他的鄉鎮都有定檢驗 那东河湘有吗? 他在东河的那个镇 都兰有吗?都兰 在村里面有定检站 都兰有吗? 都兰 因为我们是针对整个湘会有定检站的部分 都兰有吗? 都兰的摩洛斯基来体定检 因为我会后提供你 没有会后,这是 你像机长要了解整个台东县的 和气和闯,他都是要讲算 你就管这个一点点的工作 你都不知道几个点 台东有几个点,十个箱子而已 这个镇检站是以箱为统计的 那那个都兰的部分 可能到那个箱里面去 那一个箱里面找出几个点 你们如果派出去定检的话 那台东县有几个点? 台东县全县有五十一个定检站 对啊 那我问你都兰 都兰没有设点吗? 都兰可以到东河里面的那个定检? 都兰可以到台东县来啊? 不是到了东河里面的 都可以啊 他也会到台北去啊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条行政区的环境你应该很清楚嘛 都兰你不设点怎么行呢? 现在你防保际有设点嘛 那个点不是定点嘛 是你派出去的点嘛 对 我们 既然如果派出去的点 表示说那个地方跟你的点 是迹理很远嘛 所以你才会派出去嘛 既然派出去 你刚才怎么跟我讲东河里 他可以起摩托到东河里 那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针对没有那个定检站的乡镇 我们每周都会派一天 会到那个 对我现在讲的说 定点跟你派出去的不一样嘛 你刚才跟我讲的都是 唉 好啦 机长有答案 你请坐 队长 来队长 机长我再问你 你坐下不公平 那个机长 是 都然齁 务农的村庄啦 你清楚嘛齁 是 我在那很诚恳的建议啦 你们就是 你们是委外的吧 委外你就派出那个点 现在你们是三个小时 对不对 三两斤而已 那三个小时坐农的人 唉 如果时间就是那个点 三个小时大家都排长农啊 有的轮不到啊 三小时时间太短了 第一个考量 第二个 做农的时间很难掌控啊 有的时候农忙的时候 时间表面不好拿捏啦 要替他们考量 时间要有弹性 这是我一个建议 回去说一下 三个小时基本上是太少 工合 他们激烈的反应 因为最近的罚单里很多 像我们这边接到两千块钱的就三张了 三百块的好多 那就是没有办法 时间就不就一样 所以这一点问题都是小事情 我希望你们能够去落实的去做 因为我们发掘问题 需要你们再做一套去检讨 那检讨以后 然后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好不好 好 这一点 还有科长 我再跟你讲这个 你 几个点你都还清楚 定点有七点 拍出去几个点 这个很简单东西 怎么弄不清楚呢 对不对 就认你 念这个鸡 吃这个话 你怎么搞不清楚 我希望你要加强 不然阿爸你也做的 就像现在做的 你是要怎么应对 一点点工作而已 就搞不清楚 请做 谢谢 谢谢议员 好 谢谢张议员 为民众解决小事 这是我们的大事 我们请林参天议员直讯 勋达时间十分钟 谢谢大家直行 消防局长 事前发生后 我们都是一个坚坚的减土 也不用太坚了 这个老旧的社税 本来在旧灾上 就有很多盲点 但是我要跟你建议 你身为这个局长 你就要把它扛下来 第一个 水要足够吗 你先说 讲实话就好了 这台水所做的你们的 社税的消防砖 具体火灾的灾场 那个长度是不是太长了 水压够不够 根据自来水给我们的资料 好 来 我跟你说 怎么样 它可以资料怎么样 对 我们来显示 火灾发生当时大概是下午六点 好 统合现场的一个水压够不够了 讲这个了 出息 因为需要大量的水 我们出了很多的水线 好 会造成局部的水压 好 我是轻轻给你建议了 好 这点我希望你务必要你落实了 西东西 在一个人口密集的一个地方 老旧的社区 我们要救灾的一个最大的元素 一定要有水 水 就是椰栏 那我当天在那里超过两个小时 又四十分钟啊 水管的水压不足了 那表示我们的消防酸 距离我们的火场 确实是比较遥远 那你是不是会后 在整个业务检讨里面 我们邀请自来水公司 在人口密集度的地方 是不是给我们消防局 多几个消防酸 以便你不仅 需要的时候能够抢救 这个是一个元素 你们可以减脱这个 那么消防那年他们辛苦辛苦 当然非常辛苦啊 当天我也在火灾现场 甚至我都到里面了 受不了了 一个氧气龙排来排去中国 六爪 你的心情我都可以拿回来 不是乱骂的 不是啦 但是我们把这种故事 一定要做彻底的监控改善 把未来有灾害降到最低的程度 我的意思是这样啊 是是 那你说当天的消防车 迎梯车到的现场 确实是不堪使用嘛 是 但是你要知道基建的东西 随时要故障 那种天意啦 但是我要跟你要求 你未来的迎梯车 会修护员 你要跟人鼓励 但是要有一个责任感 那些微修护员 你一定要录影纯正 要是这种堪用嘛 你对社会也可以交代嘛 现在目前社会的风味 对这一次的救灾 你认为他们的观感好不好 你个人认为啦 不能完全符合民众的期待啦 好 所以在云梯车的部分 我刚刚也有报告过 云梯车未来 我们在操作人员的部分呢 我们希望固定 对啦 不用敢出问啦 那也不用啦 我跟你说实际的啦 这是天意 有时候难为啦 但是你要了解 你身为一个指挥官 你要有一个很开窍的头脑啦 台东有重大灾害的时候 比如说啦 台东现在需要 3万cc 5万cc的血 因为发生重害灾害 台东有一个管理这个血液的一个机构 你能够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可以吗 我相信是没有 台东在紧急救灾病床够吗 没有 我那天当天是有给你亲亲建议啦 你不妨可以跟空心啊 在消防救灾的野面这一环 可以结盟啦 成为一个很好的盟友 申请资源啦 我的意思是这样啦 纵然这个资源 它的力道不管是发挥到怎么样 起码你已经进了你啦 我的意思是这样啦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百姓的政治是说 火场应该火神可以把它阻隔了 但是我们在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符合人民的期待啦 所以今天会有很多的 不必要的误解啦 我记得的消防救 是在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啦 是 我们美党的意思是 对象没有人家 很人家 那些一消 那些一消 他们的认真程度 我告诉你我都很感动 是 他们是拼死拼火在现场里面啦 我也进去他叫我赶快出来 这里危险 但我要 当然我要 健身体验 在救灾的现场是如此的艰难 我希望说 你们美党里面 可以赶紧加快脚步 如果可以顺利得到 我们要的迎提车 现在的大楼饭店啊 未来才会切保他们的真正的公安啊 消防安全是社会的很重要的一环 平常我们不觉得那个消防生意 不很重要 错了 是非常重要 那扮演一个安定社会的角色啊 是人民有一个期待而已 消防局就好像军队一样了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啦 快点那些圣诞天没去那时 我相信你那时的心情 你也很坎道不安很坎坎 被写炯炯的眼神 一直期盼着你 能够把这个火把它控制啊 结果他们是失望的 你知道我呢 是 我也很急 但是我们尽全力啦 那因为我在强调 老旧社会本来就有救灾上的难度 是 我不怪罪任何人 这个我亲自我可以体会 但是基本上的一个架构 包括你们的装备 应该把它补足嘛 氧气筒是不是足够了 防火衣现在可以用吗 你们那些的防火衣真的可以用吗 该能够耐到几度 来你说明一下 目前消防员院所穿着的防火衣 大概 进入火场都没有问题啦 那现在比较 现在有千千年呢 你知道吗 现在是这样啦 即便这几年我们 一直在扩边消防人力 一直在诚实消防人力 可是遇到这样的火灾现场 我们一看 我们也知道 那些人真的是不够 我是要跟你建议啦 未来你在采购方面啦 要国内有比较多厂商可以文修的 尽量朝向这个方向啦 你要买的东西 那些什么捷克的啦 那些什么波兰的啦 波兰的那些都共产国家 工产开一开就饱了 然后去买那种发电机 没意义啦 旧灾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使命 是 确实是不得敷衍的啦 我们希望提供最好的装备给我们的同仁 包括我们的异霄弟兄 那是你说的 但是你在这里已经做几年了 是 我一直很努力在做 没有啦 我知道啦 你每天这个小王教長几年了 今年应该是十八年啦 全国有我们法律的基督文 一直了解 差不多啦 大家都差不多 完全是差不多十八年 有几年是啦 更少啦 好 既然可以当到十八年 应该抢救救灾的经验啊 是比一般人啊 更审慎了 那当天我相信啊 你在现场你的心情的无奈 我都可以看到一清二楚了 你不要告诉我天意啦 百姓不能接受了 第一个 我希望你们 把台东市区重要的 一个救灾 需要的 人口密集度的 重新调整 消防 消防酸的一个设备 要求自来水 你如果不知道 救助来水 我拜託你走 立委 来跟您做沟通协调 这样好不好 检讨市区消防商的配置 或者是 检讨 我们这次救灾 我们消防局 我现在是在跟你讲水啊 水的问题啊 水的部分 我们愿意找自来水 再来协调 好啦 如果有免免 拜託老市委 跟我们协调 这台东人 但是这没什么 不好意思啊 消防局啊 我告诉你 他只有一个使命啊 什么使命啊 任何灾害降低到最低 我请问 你们现在目前的救灾 装备 在河闯河滩上 夜间要去救人 你们有强力的照明灯吗 有没有 呃 强力的照明灯 当然当然是有啦 足够吗 呃 要看现场的状况 别胡说话啦 有没有 台湯人都在自己看 不要说不要谋涼 三天的 这种比手势不够 拜託外 我们那些 他哪里的 跟什么价位 叫我们文官長 掘一条钱 消息 买一个河滩 抢滩的那个 抢滩的那个 探测灯 夜间可以救人 买下去 你是怎么够建议 我不是不够建议 你够建议吗 公民够建议 那你如果没给你呢 嗯 文仙是如果没给你呢 我都有 拿价位 价位他不在乎 对啊 我现在发动发展基金里面 你如果文官長的管理很好的 他不在乎 有可能 没啦 对啊 不要怕得了 发动基金啦 性预算益配金也可以 花在那里啦 性预算 花在那里 人民会长生啦 成就就在的设备 打开了 我很多 我很多的家伙 现在都在称 没钱没钱 一个什么 庆祝百年国庆 就要开百多元去唱国歌 啊 主要一台买 两个探测灯不较好吗 你心中一巴尺就好了 探测灯比较重要 是唱国歌 我相信你没有答案 这个就要良知了 我不是要跟你们 我齐敏的消防局 整体的队员 是一个战斗团队 是 你要把它 珍惜啊 那都你的子弟兵 就哪哪你会贏在这边 在一次的错犯之后 我们再重新再植花 是 我相信一销唯一所看的点点滴滴啊 这个是一个荣誉的团队 我要爱是这样而已 是 我希望我们在一个老旧市区 在未来的水县的部件 包括到消防山市有足够 先从这个地方来调整一个台东市区的 一个救灾的方案 这个计划我希望你要去执行 是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民众 嗯 自己本身对于 把他们的建筑物 这个概念 安全概念 对 还有防火建筑那些 知道了 感谢您啦 多多加油打气 拔到现在 十千万人员 不要做厨 我跟你说 好 他们没有人家 每个人身份 不要给他们做完 好 给他们鼓勵 好 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林参天议员 今天最后一位登记咨询的是 林崇瀚林书记长 直达 勋达时间室的人 谢谢大会主席 本席一样 请叫消防局长 前前发生的火灾 我相信很多名义代表都很关心 刚才陈思东议员跟林参天议员也讲了很多 那么本席在这边也认识那个住宅户 也跟本席提了很多的意见 但是本席今天不针对他们所提出的质疑点来 来来来来 咨询你 只是本席想想第一个 本席还是很肯定我们救灾人员的辛苦 尤其是我们消防的弟兄跟异校人员 他们所付出的辛苦 但是民众有时候因为这个增加财产是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所以他的体育反应一定会有 那么当然我们可能事后的这个检讨的因素有很多 当然现场发生的因素也很多 但是我们消防局内部现在目前 有没有针对这场火警做内部的检讨会 是当然有 局长您指的您能不能列举的几条而已 好谢谢林议员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做说明 那当然这次的火灾 我可以说是我们遇到过去以来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火灾 而且救灾困难度非常大的非常高的一个火灾 那当然在灾后我们做了一些检讨 比如说我们探讨我们现有人力的问题 即便在黄县长参政以来 我们的人力已经成长了一百多人 几乎是倍增 可是遇到这样的火灾 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的人力是不够的 因为要不得现实在什么 所以第一个是人力不够 所以我们在思考未来我们的人力要怎样来精进 那第一个我们持续要求增加这个消防能力 这是我们一直在我们的方向 第二个我们如何再应用我们的名利 也就是我们的益消弟兄的部分 如何再来强化他们的装备 如何再给他们更多的火灾抢救手 强化消防的装备 是是是 让他们未来可以跟着我们的消防公司 进到火灾这些地方 那你还有没有第三条 你只要简短的告诉本省 简短的重点 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一些特殊车辆的操作 是需要的 是需要强化的 而且紧急故障排除的能力是需要强化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沿逆了一些计划 明天就要展开一些训练 那先谢谢局长 我想我们针对这个案子 我们一定诚恳的 深切的来做检讨 那希望你们真的有一个 能够让社会大众能够安心 尤其是采用宪明安心的一个检讨 是 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要来呼吁我们的宪明 有一些区块帮我间隔 法定的控制应该要流出来 否则 这种未来发生这样的问题 一样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灾灾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建筑的构造 不要以为是铁屋 不要以为是铁屋 那我现在跟你 您刚才在讲的这个我都认同了 刚才本席也讲过 有一些就是两三个受贷户有整理一些 我们消防的这个 他们认为有质疑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不做这个讨论 但是我就本席所看到的一个 新闻的资料还是怎么样 还有本席所常常所关心的议题 当然这个云梯车这个车辆 当时的故障 但是这个机器的故障 在我们可能个百分比 我们没有办法去抓得到 但是毕竟在那个场合 可能现场火场的环境 当然它火场的环境的特性 就像局长一样都不一样 那么可能当时如果假设 这个云梯车是用不到那个 它其实它是OK的 但是它也用不到 能够真正使出它的这个 真正的救灾能力 如果假设我们这样的假设 但是机器的保持正常维修 那是一定要的 所以本席在这边也建议 像这种救灾型的这种仪器 应该要比照类似像国军那种 战争的时候的那种装备保养的签署 是一定要有的 就是说将来你碰到火灾的责任的时候 还好这一次没有人员的伤亡 那如果有伤亡的话 那这个所追究的一个责任 它就会有脉络了 本期记得83年我去跳伞的时候 去伞兵的时候 我们那个伞啊 那个主伞跟护伞都要签名 什么时候连那个折伞的人员都要签名 这就是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最大的保障 当然我们消防队因为跟很多天灾危险的这个因素很多 所以我们也要保障我们的消防人员 那我认为像这种维修的话 是不是它也应该要有做这样的一个保养的承诺 至少它不像车辆嘛 那你这个是很特殊的仪器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一个记录嘛 这个是我给比较您的建议 那再来本期我记得 我们上一届当预员的时候我就请教这个局长 因为台东的这个都市化发展的状况都不一样 那么有比较新的集中式的住宅 但是也有人口比较松散的那个地区 但是松散的地区 局长你要发现有很多里 包括原住民的部落里面是你移消防车连进都进不去的 之前我就跟你提过了 像南楼里你那个消防车都进不去了 万一这个今天这个情形是发生在部落里面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 那本期想知道的是我们台东县消防局有没有对台东市 或者是台东县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住宅的环境 做有很多不同的火场的模拟 那本期常看到的新闻就是不管很多地方消防局都会去火消防的演习啊 可是几乎都是看在这个很广阔的这个空间 那么人员的救灾的速度都很迅速啊 可是我们很少看到 真的有这个状况 车辆进不去或者是水线到不到的地方 或者是云机车也没有办法施展能力的地方 那这个情况很多啊 那我们消防局有没有对这样的地区的不同的特性 有不同的这个火场的处理的计划 因为本期为什么这样讲啊 我们常看到那个国外的影片啊 这个消防只要关火灾 现场指挥官包括这栋大楼的平面组 包括水线包括水管配置啊 这个现场指挥官就要很有程序的去处理啊 那本期的意思是说 消防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无理不同的火场的状况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应变的计划 谢谢林医院 您这个概念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做过 比如说狭小巷道 我们去清查 我们台湖县境内 有哪些是消防车进出不易 水线附属困难的地区 可是我们过去 对这整个揭花形态的 这个区域我们是没有去注意到 因为我们从外观看到 这些都是钢筋水泥建筑物 大致上比较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从这次的火场 我们知道 原来它不是全面的钢筋水泥 而是中间段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铁皮建筑 或者是其他非钢筋水泥的一些构造的 一些建筑物材 我要跟你提醒 其实防防物的构造 当然是木头的或者这里 它就在这里 我要跟您也报告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要 我们希望我们清查我们市区 还有类似的揭花 我们类似的揭花 我们要想一些方法 来看看 未来我们的车辆作战部署 应该要怎样来做 对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部落有些地区 它是很狭窄的 是是是 是连离消耗这里 连禁都进不去 进不去 那不可能回到以前 二三世间 你竟然从来去救火 因为它现在建筑物都连在一起 对 所以我才会 本学来讲说 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跟应变的这个 这个计划 或者是应变的态度 是一定要 比较 对 我们希望能够找出这样的一些揭花 然后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希望我们的防火宣导大队 能够针对这些揭花进行宣导 第二个 我们也会要求我们辖区的消防分队大队 去现场去做部署的模拟演练训练等等 好 那第三个 当然我们同时也呼吁民众 自己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 不要让自己的 变成一个危险 本期最后一个问题 是 我们就知道那个水压不足 水线不足 消防酸的设置 到底有没有按照它的区域性质 跟消防设备 人口密度建筑物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来设置 像台中市我这样收集资料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台中市 应该60公尺到120公尺 就要设置一处 是 可是 居长 在南东里 在新渊里 再有很多部落的东西 也算是东西 像偏偏的地区 连一个消防酸都没有 是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当然这个可能 时间也够了 好 我也希望居长 刚才有机会的时候 好 我们再来跟自来神研究 我只是针对这个消防酸的不足 好 有没有这样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就带的工具 是 一定要 你向你这边好好努力 好 谢谢 谢谢大会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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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上午的直询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今天先散会 下午是分组审查及搜集资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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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